这是一部憋着尿看完的高质量复仇爽剧 小伙布莱迪白天是个售货员 晚上就化身变态杀人狂 他开着头来的车 停在一群凌晨四点排队面试的人面前 戴上小丑面具 握进方向盘冲进人群 来不及躲闪的人都成了车下忘魂 就连睡袋里给孩子喂奶的妈妈 他也没放过 而这场悲剧一共造成了16人死亡 58人受伤 一夜之间布莱迪成了这座城市里 所有人的噩梦 而警方却对此无从下手 因为现场除了一台被撞烂的车以外 就再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和证据了 而这桩案子也随着警探杰克的退休 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悬案 可一切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布莱迪还在逍遥法外 他并没有打算放过老杰克 而是在他退休后的不久 发现了一封匿名邮件 视频里的内容正是那次惨案的经过 他甚至还收集了所有死者的照片来刺激他 而老杰克的确很生气 因为他曾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诺 一定会将凶手绳子一发 可直到他退休都一无所获 而这段视频也在播完后 直接从电脑上自动删除了 就算老杰克找到懂电脑的小黑帮忙 也根本无法找到消失的邮件 原来布莱迪有三重身份 上班的他是售货员 回到家的他就是网络黑客 而他的第三个身份 我们结尾揭晓 其实布莱迪早就知道 老杰克并没有放弃调查 而是一有功夫 就会去那辆行凶的车上 寻找根本找不到的线索 而布莱迪真正的目的 也不是立马杀掉杰克 而是折磨他 让他变得憔悴不堪 只有这样才能让心理变态的布莱迪 感受到一丝丝的愉悦 而此时的布莱迪 又开启了他新一轮的复仇计划 这份上班 他被老板安排了六份外出的工作 布莱迪很不情愿 可却被刻薄的老板狠狠教训了一番 还问候了布莱迪的老娃 结果当晚 老板就在帮用室里看视频时 电脑突然冒烟 脸被炸得一塌糊涂 而这只是布莱迪的一场恶作剧 回家后的他 把一个遥控器递给了老妈 他说这个遥控器能控制任何东西 比如所有车库的门 各种电子设备 甚至红绿灯 他都能控制 如果把这个遥控器卖给某个组织 他们就发大财了 老妈问合法吗 当然不合法 所以要保密 说完布莱迪就回到他的地下室 继续折磨着老警探杰克 而杰克也再次看到了 那个凶手常用的笑脸 而随着他点开一看 视频上赫然播放着 凶手开车撞人的行车记录 此刻的老警探彻底受不了了 他掏出枪 决定找出那个监视自己的凶手 可来到门外 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 于是第二天 杰克就直接去附近的电脑城 买了几个监控 装在房子周围 可等杰克刚装好 他竟然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 画着凶手常用的笑脸网球 而就在杰克的家门口 一辆冰淇淋卡车上探出了一个人 那正是布雷迪的第三个身份 他已经找到了杰克的家 下一集里的布雷迪 也开始了他真正的表演 而被迫结束退休的警探 又能否成功揪出这个恶魔布雷迪呢